新冠疫情逐步催缓 三藩市湾区八个院 10月7日宣布更新现行的口罩令 其中三藩市将于10月15日 取消部分室内公众场合 配戴口罩的要求 现在要求配戴口罩的其他七个院 包括Alameda Contra Costa Marine Napa Saint Mattel Santa Crea 和Saloma 将会在院内的新冠肺炎确诊数 和住院数降低到一定程度 以及全院人口80%以上 完成接种疫苗后 放松口罩令的要求 目前这8个院 都未达到放宽限制的要求 湾区唯一不需要配戴口罩的Salano院 疫苗接种率在湾区处于最低水平 三藩市宣布 采取更宽松的措施 如果到10月15日 确诊数字和住院人数都保持平均或下降的趋势 市民可以在一些要求提供疫苗证明的地方 除低口罩 例如健身房 办公室 大学教室 和小型聚会场所 前提是 活动中不能够有12岁以下的儿童 还需要采取通风和其他防疫措施 进入餐厅和酒吧室内场所 仍然要求备戴口罩 星岛中文电台记者龙宇宁报导 속作 каждый 床记者龙宇宁报导 土耆 泰国 感谢观看